哒哒哒哒哒 就是 我说点什么还给我转发 转发完了 你不管赚不赚钱也没关系 还得我挨骂 这怎么叫狂了呢 我再怎么说也是拖拖了天下前耳上 本座王先知的位置 我刚才又我我刚才又说什么狂话了呢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基本上 从你看到直播的这一刻起 或者说甚至再少了 可能从你 这至少走法这一刻起 你就已经没有超越我的这个机会了 可是如果你还不自知 具备这个素质的 肯定有 但是也不多 未来肯定还会有人 继续来挑战我和张卫主 我这个是必然的 但就目前来说呢 还不 还就是不清楚 这个人到底是谁 曹燕磊始终都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从他少年时期跟我实际上就是最熟 他肯定是在任何时期都会给你知道威胁 有实力 但是你要说他超越 可能也比较困难 因为毕竟也都这个年龄 所以你是 你的意思是 就是曹燕磊有朝一日能达到肯定是前二 以他目前的肯定分来说现在还差得接近两百分 恐怕不太容易 我是八九 曹燕磊91 这位总是94 其实基本是属于同一批的 孟晨也一样 孟晨 也是 其实这几年吧 事实非常猛 现在已经第三了 差了不到一百分 你说 其实差一百分 这个他也有很大的机会 这跟你互有胜诉 所以毫无疑问 但你要说在这个 层面上要超越 他也不限时 虽然说我这个对 郑是有意见的 但是他确实实话实说 他没说要统治期谈 他说的今天目标是等级分第一 等级分第一个统治期谈那是两码 许仙应该我印象里没错 应该陆续 他没有连续 陆续应该有个10到15年的样子 具体数据不确切 就陆续13年可能比如说连着5年 然后中间断了一点 然后又来两年 然后又断了一点 我反正就大概这个意思 唐班可以接近统治 但是偶尔还是要失手 那女子比赛相对也少 但是女子联赛 他这个射手王是不是就没庞坐过 女子第一和男子第一 第一来说没有区别 都是排名第一 但是性别也有区别 我不知道您想问的区别是什么区别 我们这儿谈这个排名 排名没用 这叫什么什么有用 带货谁带货多有用 那以后就全不要比赛了 就就就就直接去全都去带货算了 比赛就不要搞了 确实必须认可了 就是带货带着风风吹起这个也毫无疑问 这个也是能耐 这品牌越来越好 比如我之前也说过 一个是我现在 在自己的定位呢 也未必带的好 另外呢 我现在有其他的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不可能什么都要干什么都要干好 不过有一件事我觉得大家应该道理都明白 你看什么事不能光看表现 一个人表现的狂 内心不一定是很狂 一个人表现的很谦虚 在骨子里也有可能很骄傲 所以说这个你必须深入了解 才有资格去评判 你连跟这个人可能连对话都没有 也没相处过 你怎么能知道他的秉性呢 可能也就是直播这样的 言行 就对一个人判断的话 我只能说你 涉失卫生 就是表象 他到底是不是本质 他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 这个是需要你去判断的 不是说表象就和本质一定是相反 但是也很有可能它是不同 没有 我没说过什么我下的鞋就是鼓这种 这话说的太耳鼻了 我要装鼻也不会这么久 太低能二了 我就有个问题 为什么一会儿问我对许仙剑有什么 对郑维从有什么 各种 我是评论家吗 实事评论员 就是 我说点什么还给我转 转发转发完了 不管赚不赚钱也也也不关系 咱们挨骂还得我挨骂 为什么给人下套的把人当当 当傻叉呢 能聊的肯定聊 聊不了的 明显不能聊的你也不要 不然就让人觉得你 居心妥测 闲聊是可以闲聊 但有些话 有些问题不要问 我不知道之前讲没讲 以前跟 赵尔能对话的时候 当时我 对他 跟他也没有什么过节 甚至我也当过队友 2015年代四关队 当时我对他略有微词的一点 他就特别喜欢提问 就是你对话 我会对话 但是他一直提问提问提问 提问 有些提问是比较隐私的问题 你这笔记买房了没有啊 你去年挣了多少钱 他就早年了 大概是伊斯坦安 可能他还没拿全国军的时候 那我就 感觉就没有什么话说 但没有话说也 也没关系 好过现在 直接就 不对话 是 确实这些问题 我最好的朋友也没犯 是这么过情 我开农家路 我开农家路有什么企则吗 卖人肉包子 对不起啊 这个想象力有点匮乏 居然没有联想到 其实这个问题 我们前几天的直播 我已经正面回应过了 把当时的经过大概解释了一下 再玩这个梗 我只能直白的回复 什么字母啊 什么纱布这些词已经不足以形容了 骂这么一句脏话 这个房间应该没事吧 说一次行说两次行 真的这说了这么 起码就两三年了 实在是有点没劲 对吧 你要说你就好好说 没关系 我们也不用绕弯子 你说能力会 你就把那撒带打个带 咱们就说 但是我也解释过了 不可能每次都解释 对吧 整整什么 虚头八脑的有什么意义 其实我这个人大家都了解 我是属于那种 脸皮脚厚的 我不怕你开玩笑 也不怕你跳的 没关系 对吧 但你说话好好说 说人话 我这个脾气呢 也不惯你这么多臭毛 如果有人说我一骂他就舒服 那这事双赢 我骂你我也舒服 你被骂你也舒服 那挺好的 是真的 这个找到一个共赢的模式 只要不骂这些特别难听的问候家人的话 我觉得就都在范围内 这种就是现在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 很平常的一句国骂 有时候只是一个 是吧 就是一个 像狗头语一样 谁每天还不得说个 说个十次八次 就是有些大幕 就是比如说那种嘴欠的找骂的 我们明天继续 不急 机会还多得很 好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明天晚上再见